這個調查是在3月4日至3月18日的調查 我們今天出席的,我先介紹一下 在我左邊的是鄭順立法會議員 另外在我左邊的是我們的總監 我們家庭事務委員會總監洪沛宏先生 也有林森廉是我們家委會的副主席 另外還有兩位委員是曾明輝和黃冰芬 在我右邊的是我們家庭事務委員會的另一位委員 就是顏文議員 還有有古洋芳委員 還有郭永健委員 還有林德成委員 我本身就是中間的文案 就是家庭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說回我們今次的調查 我們做了一個網上的問卷調查 以及一個電話隨機抽樣的訪問 訪問了737位的對象 而那些對象就是中小學的家長 有效的數字我們總共有662名 大家都眾所周知 其實近這幾天 其實疫情的數字是會上升的 就昨天單日計都有44宗新的確診數字 所以其實我們的疫情是繼續嚴峻 亦是不能夠鬆懈的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教育局在早前也都公佈了 即是4月20號服貨無望 所以其實停貨要繼續 直到靈魂通知 其實已經停貨了兩個多月 其實都打完了家長和學生的 正常的生活作息 和他們平日的學習 現在學生經常都要回家 學習生活都做不到 就是要在家 而家長的情緒壓力都是非常大的 因為其實不斷地在家裡 要看著小朋友 又要跟他們做功課 疫情亦都是受影響 所以比如心理壓力很大 其實親子關係可能都會變得緊張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 對停貨對家長和學生之間的影響 其實在這個調查裏 其實我們都發現了一些數字 有4成的學生 中小學生的停貨期間 花了很多時間上網打機 亦都是上網學習 但其實有4成的家長 都會覺得很擔心 就是那個作用度是怎樣 還有很值得留意的 就是有很大部分的家長 其實對停貨這件事 其實不是太正面的 反而就會覺得有很多 情緒上面的負面的情緒 還有就是那個時間安排上面的困難 所以這個都非常值得關注 我們希望其實在日後復貨無望 但如果在日後復貨的時候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做到全面的準備 包括就是購買這個兒童口罩 還有日常的房秘的房氣用品 還有就是希望在提供支援上面 比如說現在很多網上的教學 因為其實都是比較新型的東西 所以變成老師也好 或者家長也好 學生也好 其實這一方面的支援都需要提升的 還有需要有適切的情緒上面的支援 因為剛才都說了 有很多家長其實都感到困惑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希望可以 有多一點的支援 還有可以在公布暑假的安排方面 其實如果會不會有些什麼的預算 或者是疫情方面的預計等等 可能其實這個調查 我們都會有比較詳盡的分析 還有一些建議的結果 或者我在這裡我不多說了 我將時間也交給我們其他委員 幫忙做一些的分享 或者調查結果方面 然後我就交給榮輝 我沒有壓力幫忙 謝謝 謝謝 我們今次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 做這個情報對我三個家長的應徵調查 首先在數據方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家長對於子女 在停留期間的活動究竟有什麼 其實佔差不多超過三成 31.9%的子女 是花最多時間做功課和網上學習的 而其次呢 其次呢 就是打機 因為始終 網上公課 就伴隨著打機 那 年代呢 打機就是24.2% 上網就是18.7% 而另外呢 看電視就是13.3% 其餘睡覺就是5.9% 那在停留期間 其實近四成 就是有39.3%的家長和子女的關係呢 他們是認為沒有特別影響的 但是呢 有超過三成 32.9%的家長 表示和他的子女呢 是衝突多了 而有兩成三的家長呢 就表示呢 和子女呢 是溝通上呢 和了解上呢 都是增多了的 在調查裡面呢 其實有四成的家長呢 就認為 停課呢 對子女來說呢 就沒有特別正面的影響 但是 都因為的 正面影響方面呢 有兩成的家長呢 就表示 他們的子女學習到一些 治理的能力 他們關心了時事的新聞 關心時事的新聞方面呢 都有17.7%的 子女幫忙去做家務呢 都有14.7% 而 有些家長認為 子女生活上 會比之前有規律呢 都達到有6.6%的 當然在長時間停課之下呢 那家長擔心子女的事情呢 都會比較多 那擔心些什麼呢 在調查的發現 那有 近四成 38.5%的家長呢 就最擔心子女 在學習方面的進度 會受到影響 其次呢 就擔心子女 會因為這個停課 而荒廢了學業 那當中呢 佔18.1% 沉迷上網方面呢 就擔心呢 家長都佔15.6% 害怕生活沒有規律的呢 就13.1% 擔心子女健康的問題 可能長時間對著手機 或者小戶外活動 各樣原因 都佔6.9% 其他和子女沒有人看管的情況呢 那就 有 低過一成的數據 那如下其他在停課期間的安排呢 那 擔心 那個數據呢 那我交回 是 是 古議員 好 謝謝榮輝 那接下來就給古洋邦委員 那幫你做另外一部分的分析 好嗎 好 那繼續我們的調查結果 超過三成的家長在停課期間呢 是覺得時間安排困難的 而最近三成的家長呢 還有這個負面情緒呢 是增加了 兩成真的家長表示享受了 多了這個親子時間 那其而一成的 那 近四成的家長呢 是滿意學校現時呢 提供網上的學習安排 而 超過三成是沒有意見 不滿網上的學習的家長有三成的都是 而 超過六成半是同意分階段復課 保意見是不同意分別為是 19.9%和一成三的 那 那受訪家長最希望學校復課後呢 實施的措施呢 包括是校園全面消毒 和提供足夠的防疫用品 那這個是超過五成的 延遲考試並縮短暑期的 暑假的 暑假的 照近兩成 暑假補課安排呢 就有1成7 其他就是6.56% 但是平日補課安排呢 是5.3% 分別都是超過半成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調查結果 謝謝 好了 那分析的部分就交給兵分了 謝謝 那剛才呢 大家聽到一些的數字呢 其實呢 最明顯呢 就是一件事就是 那些小學生呢 或者是那些兒童呢 他除了在家裏做功課之外呢 其實他們都會參與一些網上的學習 那但是呢 其實原來呢 無論是中小學生呢 其實他們花的最多的時間呢 其實都會在打機和上網的 有時候家長其實都不會分得清楚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在停火時間呢 因為他疫情的關係呢 很多時候呢 家長會限制小朋友去出外的 那所以呢 其實他們無所事事呢 其實在家裏打機和上網呢 去打發時間呢 這個情況呢 是很普遍的 那事實上呢 就是過往呢 我們都做過一些調查啦 那些年輕人呢 就是很沉迷去上網 和打機 這個現象是很普遍的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其實是佔出嚴重了的 那當然呢 就是家長有時候呢 就是可能在家裏做事啦 或者是都多了在家裏啦 那見到那些子女打機呢 都覺得他們會影響了 就是他們的正常的學習 和一些生活的規律 那一定呢 其實他們都會出手去限制啦 甚至是勸阻他們去使用那些手機 或者是不讓他們上網啊 那所以呢 那往往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會增加了一些親子的磨擦機會啦 那加上呢 就是家長本身自己都面對著一些工作 和一些生活壓力呢 其實大家都長時間在家裏的 那所以呢 其實爭吵的機會呢 摩擦的機會呢 其實是多了的 那所以呢 這一方面的親子緊張關係呢 是有出現的 那當然呢 都有一些正面的事情會發生的 因為有些部分的家長也都表示呢 其實都多了一些時間呢 和那些子女相處 那其實他們就善用在這段時間呢 就陪伴那些子女呢 在家裏去學習 一起去做運動啦 DIY啦 做家務啦 那其實都增加了一些親子的溝通的 那當然我們還有一些正面的影響呢 例如可以幫助到一些中小學生呢 學習一些治理的能力啦 那幫忙去做家務 甚至跟家人呢 一起去看電視去關心時事的這樣 那其實每一天呢 就是新聞報道呢 都有跟進著一些疫情啦 那其實那些家長呢 陪伴那些子女去討論這個疫情啦 還有一些吸收一些新的資訊之外呢 其實呢 有意無意呢 大家都會多了一些 就是互相去分享 和一些溝通的機會的 那也都無疑之中呢 也都增加了一些學生呢 在衛生啦 還有治理能力各方面呢 其實各方面的意識都提高了 那譬如 在家呢 就是去完廁所啦 要蓋上廁所板啦 那要多些洗手啦 那加上呢 可能平時呢 那些子女功課比較多啦 那都沒有什麼機會做家務 那其實現在時間多了 其實都沒有什麼藉口 可以拒絕去做家務這件事 那就是 那就是有賴家長去推動的話呢 那其實子女都慢慢可以 一步一步呢 是增加多了這種 你治理能力的時間的其實 好 那停課呢 最令家長困擾呢 是個時間安排困難 令家長呢 很大失預算 因為小孩子 始終精力過人啦 以往上學放學 外出也都可以放電 但現在呢 每一天呢都要留在家裡 有時候也都會無所事事 自不然就會感到很苦悶 和呼嘈 那再小一點的小朋友呢 可能更加依賴父母的陪伴啦 那也都有些家長 也都要在家裡 Home Office 那又要照顧小朋友 也都要照顧他們網上的學習 很多時間呢 都安排每一天的活動 那自不然很難兼顧 自不然呢 負面情緒呢 都會增加 而對於一些雙職的家長來講呢 放工之後呢 還要時間去協助子女呢 做一些大量的網上功課 自不然也都會感到身心都疲累 那也都呢 家長呢 都對疫情也都會感到一些憂慮 也都擔心呢 子女在學習進度會落後啊 又或者不足夠的兒童口罩啊 等等 那情緒也都會變得更加焦慮 以及呼嘲暴躁 負面情緒也都同時增加 那調查也都發現呢 大部分的家長呢 擔心子女呢 在學習進度呢 因為停課而受到影響 那現時呢 浴校普遍呢 很多也都安排了網上 安排了作業 也都不是所有學校呢 是可以做到一些實事的視像教學 那現時呢 浴校普遍呢 都在網上呢 會有 會有 要求呢 他們有一個自律性呢 也都欠缺這個主動性專注力 那容易呢 令到他們欠缺這個動機 而變得更加三萬 那加上 長時間在家裡 子女多了時間打機上網 那令到不少家長呢 都會憂慮至 子女呢 在停課呢 以荒廢他們的學業 沉迷上網 打亂了他們的生活規律 情況是非常之值得關注的 好 那另外調查方面來說 也都顯示了 我們有三成的家長呢 其實都不是很滿意 學校呢 這個網上學習的安排 那特別是這個中小學呢 就都是採用這個網上教學 那確保到學生來說呢 就停課不停學的 但是網上來說呢 就授課現在呢 相對來說呢 那個呢 就是情況是比較參差的 那也都是對於小學生 學校來說呢 都大部分都是用一些錄製的 一些就是學習模式的 那特別一些學習材料 還有一些教學的影片 都要上載 那也都比較單向式授課為主 那但是因為這個教材裡面 相對來說比較缺乏互動性 那如果學生來說 在這個工作的過程裡面呢 有問題 或者有疑問 也都不能夠呢 就是可以呢 就得到這個協助 以及解答的 那所以也都需要這個家長呢 就是提供協助 那對家長也都構成了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也都收到很多這個 這個家長反映 學校呢 都派到很多的網上的功課 還有雜作 那學習的種類也都很多 那令到我們的子女呢 就相對來說 比較難應付 那家長也都需要呢 就是跟子女一起網上學習 那也都為他們呢 就帶來呢 就是比較大的一個負擔 那另外呢 高年級方面的學生呢 就比較多用一個視像教學為主的 那但是因為電子學習呢 那對於現在呢 就是追上這個呢 就是重要的課童的內容呢 那輔助性質活比較多 那不能夠呢 就實質代替到我們課童學習 那對於這個呢 就是能力相對呢 就普通或者教育的學生來講呢 那校方也都比較難以呢 就掌握到學生的學習進度的 那最近也都有這個調查發現呢 一些基層的學生 也都因為呢 就缺乏這個電腦的設備呢 那而令到這個家長呢 都不能夠有時間呢 能力呢 那麼協助這個呢 就是子女在這個網上呢 就是學習的 那另外大部分那個呢 就是受訪的家長都同意呢 就分階段復課的 那可惜因為呢 現在疫情的持續性呢 那也都是惡化 那復課無期呢 那所以呢 就也都在 什麼時候可以恢復呢 都沒有一個時間表 那麼家長也都認為 學校呢 就應該加強我們校園裡面 一些的清潔、消毒 一些的工作 那麼提供有足夠一個防疫獲品呢 那反映了我們這個家長期望學校呢 那在服課前呢 應該做好各項的防疫的準備 那才能夠呢 就安心給那個子女上學的 那另外由於這個家長呢 憂慮我們的子女的停課呢 太長時間呢 會影響她的學習進度 那認為校方應該呢 就是呢 延遲考試呢 和縮短這個暑假的假期日子 那部分更加要求學校呢 就安排這個呢 這個呢 暑假進行這個補課的 那最近也都有校長表示呢 停課呢 嚴重影響了我們這個呢 就是教學的進度 那補課後呢 也都會呢 就是延遲 中期考試來增加上課的日子 那甚至也都是可能要犧牲一些課的活動 事後的活動呢 以及部分暑假時間 作為一個補課 那盡量利用這個暑假期間呢 就追回呢 之前停課期間 落後的一些教學的進度 那此也都是我們呢 相對來說 可能要值得探討的地方 好 多謝各位記者朋友 那我是洪錦然 那這裡跟大家說一些 我們民建聯對於這個 調查之後的一些建議 雖然現在服貨 就是服貨的容量 是真的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那但是呢 那些家長是 對於考咒的需求呢 也都是非常之大 因為今天也都有一些 網上裡面登的考咒 那聽說呢 已經是非常之受歡迎的 那以小朋友使用的口罩呢 其實 我們作為家長呢 預計一天不可能不止一個 因為我們大人呢 就珍惜口罩多些 但是小朋友 喜歡玩的時候 那可能一天他需要有 兩個或以上的口罩 如果他戴不夠口罩的時候 回到學校 到底學校有沒有口罩給他呢 都是一個疑問來的 那所以很多家長這一刻呢 都到處去幫他自己的子女去撲口罩 那口罩 小朋友的口罩現在都價錢呢 也都是不悔 那也是一個價錢都比較高 那所以呢我們很希望呢 可以透過那些學校 去公佈 給家長去了解去清晰的 那所以這裡呢 也都很希望呢就是 在教育那裡做一些統籌 那第二個建立就是 關於那個 就是親子封面之後 所造成的問題 當然呢 建立面多 溝通當然多 那但是也都因為 夢想做功課 夢想一些教學問題 現在呢有些家長 包括我自己本身呢其實 教小朋友的時間是比以前多 那可能是作為一個全科的老師 基本上每一科都需要家長 那些小朋友才會坐在這裡 去上網去學習的 那家長找了之後呢 小朋友根本呢 也都不會上網學習 那所以這句呢 迫使到呢 就是家長和子女之間的關係呢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肯定爭奸 那同時呢 就有些做完功課之後呢 那些小朋友都要 上載一些功課上網的 那我自己呢 就手機希望呢 就是 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就收起那些小朋友的手機 那但是呢 他有一句說話 老爸 我需要電話 拍照 上載功課 那我就要乖乖地 跟他說我手機收到哪裡 你去拿吧 那他拿完之後呢 那就慘了 那一天的手機呢 就找機了 那所以都導致大家 叫做 為什麼會親自 一部份的關係 會比較緊張呢 那這也是一個因素 而 但是 老實說 要找老師問功課 其實也很難的 那所以呢 希望有些學校呢 都要安排一些老師 給我們的家長 可以真的打到電話 可以問到功課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個的 建議 第二個建議就是說 其實 情緒的輔導 都是需要的 那希望呢 就是學校或者局方呢 都需要有些熱線 給家長 真的有些問題的時候呢 可以找一些老師 或者有 找一些社工朋友 做一些諮詢 那所以這個呢 也都是希望有一個 就是 資料給到一些家長的 而同時呢 就是 在電話期間呢 其實我們 對於 要上班的時候 那小朋友 誰去找呢 都是一個問題 那這也是導致了 很多家長的壓力 所以在這情況 也都希望 就是有些足夠的人手配置 就是在學校那裡 那真的會不會 我們間中 可以送個小朋友回學校 就是頂住洞 那這就是我們的建議 好嗎 接著交給Frankie 好 麻煩你 那我就再補充 另外那三個建議 第一個呢 就是網上學習 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這個 那麼長的停課期呢 主要都是透過網上學習 去做一個教學的工作 但是要做到真正的 停課不停學呢 有幾個方面 我希望呢 教育局是留意的 第一個呢 就是其實現在不同的學校呢 他的網上教呢 都是相對比較參差的 有一些呢 可能只是給一些練習 給一些每天一篇 看一看片 做一下答幾條題目 那就叫做網上學習 有一些呢 就真的是 老師在家裡授課 學生在家裡上課 所以那種的差距呢 是明顯的 所以我們很多次 跟教育局說 第一 你是不是可以統一 給一些素材 或者呢 好像以前那樣 教育電視 給一些學校去播 播完之後呢 老師和一些學生呢 真的定時按時間表呢 去做討論 那麼這個呢 我們希望呢 教育局呢 可以 有一個指引給老師呢 去做一個網上學習 第二呢 就是家長怎樣去看網上學習 現在呢 基本上呢 家長對於怎樣 那樣呢 學生呢 善用網上來 去做他的學習呢 是有不同的 有些家長就 不多理會的 有些家長呢 就跟他一起上課的 所以這一方面呢 學校 老師呢 都要有家長的幫忙 去監察學生 怎樣做好 網上學習的工作 第二樣呢 就是家長和子女保持溝通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呢 其實長期以來 我們都有一個議題 叫做長假期 長假期無功課 的安排 其實這次呢 都是一個挺好的機會呢 去試驗 老師 家長 學生 是不是可以在這幾個月裏面 大家商量一個 每一天的時間表呢 除了網上學習的時段之外 正如剛才阿兵分都說 做家務是否一種學習呢 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學呢 家長和老師和學生呢 應該都要去商討一個 在長假期裏面的學習的時間表 讓他們不要只顧著去打機 有一個固定的休息學習遊戲的安排 最後一點呢 就是關於暑假和補貨的安排 我們在地區收到很多家長 有一個困惑 究竟暑假是否會縮短呢 究竟補貨會怎樣做呢 究竟是日後 在暑假遲些放 9月之前早些回來 還是沒有暑假的了 過幾月都是要上課呢 這個都希望教育局 盡快告訴家長 告訴學校 大家都有一個及早準備 令到學生的學習進度 是不會因為這次的停課而有所影響 接著下來呢 我將時間交給林森蓮 去分享一下 她作為家長的一些看法 好 多謝Fanky 其實這次的調查呢 心同感受 因為其實很多調查內容 都自己家裡都發生的 因為我剛巧自己 大兒子剛剛好中一 小兒子就三年八 其實介乎在兩種模式去供課 例如網上那個大兒子定時定後就上課 小兒子就是 他會發一些訊息上學校的網站 我們家長自己去做 在兩種學習模式的時候 就出問題了 喊叫會多了 因為譬如哥哥很專心要上課的時候 弟弟太悶了 你想想 困在家裡這麼久 他又坐不定 小朋友控制不了的時候 可能有些衝突或滋擾 這些時候就是家長最難的 因為我們之前還可以說 在家居那裡工作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早兩個星期 已經回到公司工作 其實我們 尤其是雙職家庭的話 根本就不可能看著兩個小朋友 在家裡的時間 都是靠工人姐姐或者家裡的家長 在這裡就是我們比較難去幫他們 就像我這樣 我都特意要買一部Pinter 因為之前 舊那個壞了 就是裝置 剛才我們都說了 如果沒有一個裝置去Pint 一些功課出來的時候 根本就幫他完成不了功課 我相信有很多 就是家裡不是 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有些空間 或者是可以添加一些設施 令到他 所以可能 就是那個 就是 在工課安排上面 都會有些問題 大家都會面對 家裡又會面對不同的問題 去到我太太那裡 就滲到死了 因為 以前 就是他又要上班 放了工回來 你好好地做功課 有得交都沒有什麼問題 最慘的是現在 他對著功課 所以其實 那些父母 我覺得 就是我們有一部分 就說爆了燈 其實真的爆了燈 因為你 平時都 有很多學校 可能已經幫他做了一些功課 回來都是 對一對 現在 直接是 老師給完你之後 跟著他完全交給他自己 這個 基本上 對媽媽來說 對家長來說 就是這個災難性 但是要延伸了幾個月 還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可以脫離這個 我們可以叫做惡夢 因為真的很大壓力 因為你在公司工作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困擾 在這個疫情下面的時候 再加上家庭 所以 這些都是一些 很多問題都會出現 好像倫理之間有出現問題 那些小朋友 跳跳窄 放不了電 現在不能出去 他在家裡打球 令到家裡樓下的投訴欠 令到樓上樓下 都會有些矛盾出現 所以其實我們都盡量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 因為肯定的呼籲都盡量不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都在想著多些不同的元素 去幫他分一下運動量 或者做一些柔軟體操 我們這些時候 父母就是多了很多這些額外的東西 那開心的方面 大家都見到我們有些都是說 我們真的要給多一點時間給子女的 那其實那些子女就覺得 我爸爸媽媽好像陪多了我 這個是他們開心 還有真的了解了我 還有很多 其實我們很多家庭都會有些DIY一起製作餅 這些都是一些真盡家庭感情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父母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的壓力 其實如果再過多兩個月疫情的話 我覺得是去到臨界點 所以應該早點有些準備 或是切入點 讓我們可以解決到 還有最主要 其實我們現在收到很多家庭都說 究竟暑假怎麼安排 其實現在到我們都不知道暑假怎麼安排 其實真的有一個很痛苦的事 還有有些剛剛準備六年班升中一那些 那些 直接那些朋友救了命 所以呢 所以希望呢 借到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多些元素 還有多些東西可以 那我交給主席 好 那多謝了森廉 也都多謝了這麼多的委員 那跟著下來呢 就到 Wincent 你呢 就在鑽石公主號 就是 處理完一班港人回港之後 我都知道你馬不停蹄 就回到區 所以變成 對這個 停課對家長和學生的影響呢 其實你都有一些很深刻的體會 那 讓你分享一下 好 謝謝家民主席 那首先呢 要多謝家委會做這個調查 其實這個調查是很清晰 是看到 其實現在家長呢 是有很多 在安排上面遇到的困難 也都呢 其實都是挑戰很大的 但是我相信家長或者小朋友 大家都是一起面對這個疫情 都一起去面對這個挑戰 我自己就補充幾點 其實剛才同事都分享了很多的 不過呢 剛才第一 就是那個調查 我們法國就是 我們都是要面對很多挑戰 第二 其實剛剛上個星期 教育局也都宣佈了 DSE那個延後 其實對於很多現在的考生 都覺得呢 都是會守著目走的 因為都是原本的安排 可能都是打亂了 那究竟呢 在教育局接下來 可不可以盡快呢 是公佈多些的支援給他們 讓他們多些的準備 是面對現在的考試押後的時候 的安排早些做準備 第二呢 就是關於停課不停學 剛才同事都有講到的 我自己看就是呢 其實我記得我上個月 我們都約了局長去談 關於那些學校的安排 那他們就說 每一間學校呢 都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呢 可能會有些短片 有些可能是有些工作 那我走了過幾月 其實都停課了過幾月 我發覺呢 其實呢 學校的安排都挺參差和不同的 其實都挺影響 就是每一個學生的進度的 就是譬如呢 大家可能都是四年級 但是有間學校呢 可能有四年級的同學 就很多功課做 可能跟著學校的課程 有進度 可能另一間學校的四年級生呢 就可能相對起少很多了 那究竟可不可以教育局呢 都其實 現在還要停課的話 可不可以做多一點點檢視 了解一下各間學校的情況 那個進展是怎樣 等到呢 他從而去編排 那兩三個月的工作 或者是指引給學校的時候呢 都可以有多一點點的指引方面 讓他們可以做 第三呢 剛剛也同事說了 不論是暑假來的暑假安排 和財政的支援呢 都其實還是要有足夠的配套給他們 就是家長呢 很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但是同一時間也都見到家長很多的壓力 包括了 可能衝突也都會多了 那也都要處理很多家裡的子女的擔心 那這方面呢 都希望呢 教育局呢 可以提供多一點支援 最後呢 我都是 我現在每一次記者會都想做出一個呼籲的了 那我 我留意到呢 最近呢 特別這兩天呢 很多網上的圖片 就看到呢 很多海外的留學生呢 都回到香港 但是呢 有些海外的留學生呢 都說 唉 其實都剪了他們的帶子 然後在那個街對面 到處走來走去 那我這裡再次呼籲 也都是強烈斷語 千萬不要這樣做 其實現在這兩個月呢 我們可以控制到我們的疫情呢 是大家全個香港呢 得來不移的工作來的 我們不希望呢 社區有任何的辦法 所以呢 千萬呢 不要 就是以身是法 這個是犯法的行為來的 千萬不要這樣做 一定要留在家裡 做好隔離的工作 那另一方面呢 最後都要跟所有的家長 打氣 和小朋友打氣 我知道 可能這陣子呢 疫情都會有第二波的疫情的高峰 那在這裡再一次呢 大家都希望呢 都謹守 盡量逗留在家中 我其實呢 我今天早兩天呢 昨天呢 我就是工作完之後呢 經過呢 在太子王國 我看到街頭呢 是很多人 所以都令我們擔心的 就是呢 大家都真的要小心 就是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這個浪呢 現在是很大的 那都請大家呢 就是大家都謹守著崗位 大家都辛苦多一會兒 但是呢 就是不要呢 就是一時間的 就是疏忽呢 令到我們呢 就這麼辛苦 做了這麼久的工作呢 就浪費了 好 那謝謝Wincent 我們呢 其實今天呢 的調查呢 的分析和分享呢 就去到這裡 那我現在就開放回個時間呢 就給我們的傳媒朋友 看看會有些什麼的詢問 對方 跟我們講幾個詢問 您說多點習慣 藝福樓的關税 那些出份的小學 或很多孩子 和學生都要在家 可以保存住 那些地方 是利益的資本 吧 對方的財產 一些人 told us that they're less like the internet free for them because they really use the data to upload all the photos and files and homework so we hope that the education bureau can provide more resources for the people that they are living in difficult 我們知道很多人在家庭上的困惑 他們會有很多困惑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支援更多支援 給他們的 hotline 給他們的資料給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 我想問一下,剛才你提到教育局都延期了之後 你覺得這個做法的合法是否相信 做法真的要有更加多的合作 我想現在這個延期押後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其實對於很多跟東京奧運一樣 都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究竟是怎樣安排接下來的考試 但是我相信先決一定是以疫情的情況去做 先決考慮大家的安全是做的 所以我想現階段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是先這樣做 究竟押後了之後 我們期望教育更快公佈多些細節 究竟延期的時間是多久 怎樣支援他們 我留意到國際學校都面對同樣的情況 他們IP的考試都有同樣的問題 都希望政府都可以提供多一點支援給他們 讓他們不要無所釋藏 特別是面對中學不同事 小五、小六成分事 這些是一個大史來的 這些我想對他們來說的影響會相對較大 請問一下現在復課目 但你們最喜歡復課的條件 那是怎樣的呢 還有減數假的那個建議 你們是怎樣的 你應該可以 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復課那個條件 第一就是要確保學校有一個 足夠的防疫物資 包括溫度計 口罩 酒精搓手液等等 現在我們聽到這些學校 基本上這一堆的物資都是買不到的 所以我們其中在建議第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提到 究竟應該是統一採購 統一去分配給學校 確保的防疫物資是充裕 第二個就是真的看回疫情的變化 如果好像這一兩個星期這樣 大家都沒有人想去復課 家長都會請假 如果要復課的話 所以都要看回疫情的變化 第二條問題是 你會想去考慮 減數假的建議 我猜這個就是看什麼時候復課 當然作為老師也好 學生也好 都是希望有暑假課 但是學習的進度 也不能夠因為 這個情況安排而有所影響 特別是一些高中的學生 應對未來的公開考試 所以這個部分 就要看什麼時候復課 而那個補課的安排 我們希望學校都盡量去壓縮 令到學生 在有暑假的平衡 要有暑假放 也都希望 學習進度是確保得到的 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我跟鄭永信之前 都跟袁永永局 都表達過這個意見 我們很希望它統一去採購 和分法 但是局方的回應 都暫時都說 有一個津貼給學校 希望學校用他們不同的網絡渠道 是自行購買 但是局方的回應 我們對於這個的安排 我們是不滿意的 如果沒有其他提問 就多謝今天的記者朋友過來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在這裡結束 多謝各位 謝謝